现在要找一个性感的人 最性感的 脑子非常性感 知乎大V 超级大V 超级大V 你给他一个网牌 从我讲出五千年的历史来 我以前就认识他 他是一个知识储备很强的人 文武双全的人 他不光是知识层面 他更在表达层面 他是碾压我们的 非常牛的一个人 胸肌巨大亿兆飞 我见过 父子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 既是关于sex 也是关于power的 这些八钢子打不着的人 在非洲可以追附到 一个共同的父亲身上 好厉害 咱都是亲戚 同一个爹 同一个梦想 刚从水平越高 那么无名指相对于十指就越长 在性上有更强的需求 所以我这是性冷淡 性冷淡了 出生顺序也很重要 会决定孩子未来的叛逆程度 第一个孩子是照书养 第二个孩子照猪养 暴力和犯罪行为 是可以通过父亲遗传的 母亲他一定要挑一个 对的父亲 大男子主义这件事情 东北是最盛行的 你愿意为你讲这句话负责吗 有数据的 是有数据的 对 他们俩是不是有亲戚关系 像我儿子 谢谢爸 谢谢爸 我跟爸爸发生过 每天晚上到一点钟的争执 因为我想和他说话 他就是有一种 会激发人家母爱的那种 我很希望我小孩子 能像敌君一样 我没有办法反驳他 你们结婚吧 那我怎么办 还有我呀 钱玄彤先生 钱穆先生 钱忠书先生 钱伟长 钱三强 钱学森 都是钱留的后代 按吧 按灯吧 这个必须的 好 你说的都对 说的太对了 有文化呀 就人家的那个才华 他瞬间把你击倒了 他的自身储备也非常的大 非常的棒 表现的出彩 意料之中 不断的有新的知识 新的内容来冲击你 一点征服 大家都讲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不过终究球马有高有低 何森堡 凯杰 西汉 这三个人当中 产生本周的知识大声 这世界很酷